大家好 今天主持人傑仔 就不空 所以他就叫我幫他做一集節目 其實我都之前幫過他一兩次 不過都沒有正式去介紹過我自己 我就是他經常口中所說的那個女助手 豬豬 簡單介紹過我自己之後 我們就馬上開始今天的本地新聞 電子消費券就在8月1號發放了第一筆的2000元給市民 如果你透過AlipayHK WeChat Pay和Tap&Go領取的話 消費券就會將金額直接注入個人登記的帳戶 而選取8月1號領取消費券的市民留意 就要可以透過不同的渠道拍卡領取消費券 但留意如果在7月17號之後才透過電子登記的市民 又或者書面申請登記的市民 就要9月1號才可以拿到消費券 順便也說一說 如果用8月1號登記的市民記得要去港鐵站 輕鐵貓務中心 指定碼頭或公共運輸交會署 又或者7-11 OK 維行超級市場 俗稱藍機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補貼領取站 領取這個消費券 其實有一個更方便的方法 就是可以在手機內的8月1號領取 不過要記住 Apps裡面可以綁定多過一張領取消費券的8月1號 所以如果年輕人可以幫家裡的老人家領取 就不用麻煩了 就可以足不出戶領取到這個補貼了 關於怎樣拿這個消費券 登記這些其實資訊上的東西 大家我想都很清楚了 所以都不暗沉多說了 最後都是想提下大家 切勿故意合謀私下買賣這個消費券 一旦發現不排除將有關商戶列了黑名單 並且會轉交執法機構跟進 市民和商戶都可能會視為全謀濫用 警方在星期五下午大約2時接獲報告 指一名第屬沙田警區的警員 遺失了兩個空彈夾和一個槍盒 警方展開調查到多處地點搜尋有關物品 但都未有發現 警方又指出 彈夾和槍盒內並沒有子彈或槍 呼籲如果市民撿到這些有關物品 就立即致電999或交到附近的警署 屯門警區動物罪案警察專隊 昨天接獲了一名動物義工舉報 表示收到一名女事主的求助 指家裏自養的兩隻貓出現異樣 其中一隻貓的尾部有2厘米的傷口 另一隻是嘔,懷疑租人虐待 經過警方調查後 在屯門一個住宅單位內 拘捕了涉案的男子 並在他住所內檢獲一把15厘米長的模型刀 懷疑與這件案件有關 警方表示被捕的男子報稱是工人 相信與女事主屬情侶關係 正調查事件的動機 以及過往他有沒有虐待動物的紀錄 兩隻貓已經交由外匯動物協會照顧 及進一步檢驗確定傷勢 警方重申 殘虐對待動物屬於嚴重罪行 絕對不會容忍 呼籲市民如果發現任何動物 懷疑遭受到不當的對待 就應該立即報警求助 康文署表示 由於發現紅潮 荃灣的麗刀灣和根新灣泳灘都掛了紅旗 提醒市民千萬不要在那裡游泳 直到另行通知 大家昨天都知道 內地官媒新華社日文日報發表文章 就批評這個教協就是獨留 說他的運作和教育背道疑似必須要剷除 而教育局在昨天宣布中止和教協的合作 不再視教協為教育專業的團體 教協當然對教育局的決定表示非常失望和遺憾 大家在昨天也有留意到 之後行政會議成員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就在社交網站發文 指同意取締教協 質疑教協帶有強烈的政治立場 推動老師和學生參加反對政府的示威和活動 借通識科、教學、散播、污衊國家的言論 又指教協利用福利優惠給納和誘惑會員支持反中亂港 還有一個就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還要出很多個post 批評教協是徹頭徹尾的政治組織 煽動教學人員參與示威活動 他希望教協會員認清楚事實 明確表明不支持教協的政治立場和手段 葉劉就說 就算教協已經退出支聯會和民陣 但多年來一直都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組織 很明顯是有政治立場 他指大量的教師受到教協提供的購物優惠而加入 所以質疑教協用福利誘惑會員跟隨他們支持反中亂港 他認為教協沒有好好教導和勸導老師參加社會事件 已經沒有好好發揮他的作用 所以認同當局與他終止合作的關係 而一向在Facebook都相當活躍的梁振英先生 就直接引述教協的聲明 還在帖子上給了很多教協之前參加遊行活動的相片 批評教協是徹頭徹尾的政治組織 立場很偏激 還認為教協其實財雄勢大 會員在教協消費比市面上買得便宜 形容是教協誘惑的老師 蘋果日報停刊之後 旗下的慈善基金亦停運 有癌症病人突然失去了資助 差點要斷藥 坊間有些病人組織啟動緊急援助的基金 接手支援大部分受影響的癌症病人 根據壹傳媒聯報19年和201年的年度 蘋果慈善基金向225名病人資助了1768萬 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 在蘋果基金停運之後 收到過百宗的求助 基金就說 坊間的資助審批程序都比較繁複 病人是比較難得到即時的支援 有些情況 部分病人還要先付錢買藥 之後才可以報銷 現時這個基金和防癌會 都有啟動緊急援助的基金 接手跟進大部分癌症受助人 醫管局也指 知道大部分受影響病人 已經陸續獲其他慈善基金資助 自費藥物治療 局方會盡力確保病人的治療不受影響 用藥不會中斷 針對非法起底的私隱修訂條例 容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在無法庭的手令下 折查疑犯的通訊器材 私隱專員鍾麗玲在早上的電台節目 表示 只會在緊急情況下才運用這個權力 修訂的內容包括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權 和檢控權 亦可以要求本地或海外網站移除非法起底的內容 預計條例可以在今屆立法會任期內通過 私隱專員鍾麗玲就說 現在說的起底罪行很多時都涉及一些電子的訊息 疑犯可以很快地移除了那個訊息 甚至可以用其他器材把手機的訊息移除 所以他們有需要第一時間去看那部手機 這就是折查的意思 但如果手機已加密 他們仍然需要取得法庭手令才可以解密 私隱專員公主將會設立組別處理相關的條例和工作 並會向政府申請增撥資源 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中有過萬人被捕 大約當中有4000名都是學生 部分更是高學歷的人士 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席教授宋榮欣 今天在電台上表示 政府花了那麼大量資源去培訓大學生 一旦他們被判暴動罪成 生涯規劃會大受影響 對於社會是損失 因此他成立退變計劃 由社工、心理學家和專業人士 為被捕的年輕人提供情緒支援 協助他們從頭社會 那麼不少年輕人在參與社運之後 都有出現抑鬱、創傷後遺症 而這些影響是可以以年月去計 甚至影響之後的人生 所以需要適當的輔導 他說家人需要與年輕人互相體諒 建立正向心理 由於現時有不少在囚人士都在讀大學 部分更是本身已經有很高的學歷 但懲教署原有的學習安排就配合不到 認為懲教署可以參考新加坡比賽籌人士 使用平板電腦去學習 最後跟進一點奧運消息 我們香港劍擊隊 在東京奧運的花劍團體比賽八強 就輸了給俄羅斯奧委會 而39比45輸了給俄羅斯奧委會 就進級不到 在5至8名名次賽中也輸了給德國 但最後在爭奪第七至八名和I-Cup比賽就贏了 所以香港花劍藍團就是獲得第七名 其實他們這三場比賽 我有兩場都有在看直播 其實他們都已經很努力 不過對手都是很有水準的對手 我覺得無論如何都是第七名已經很厲害了 而有另一個好消息就是 乒乓又是團體賽 女子乒乓團體賽 16強 港隊就以長數的3比1 打敗了巴西 現在進級8強 明天就會8強對羅馬尼亞 希望香港隊加油 我剛剛重聽今天這段錄音 我之前看到有些網友留言 說器材上的收音不好 其實是的 因為我臨時臨急 只是拿了一條手機線 來錄音了 我都聽到很大的噴氣聲 這件事真的很抱歉 下次我都會改善這個問題 而且我都發現讀得很快 好像很趕時間趕下班 多謝大家聽完 記得建設性留言 like share 星期二得道的頻道 多謝大家